梁山好汉各个身怀绝技,可偏偏有个草包混进了队伍,这人不但没啥本事,还因为赌博闯下大祸,不得不逃命,可就是这样一个人,居然通过一番吹捧,把自己硬是捧上了梁山,按理说,没实力的人在英雄辈出的梁山难站稳脚跟,他凭什么获得信任,是走了什么好运,还是背后另有故事,大家好,欢迎订阅爱史说。 《谁虎传》塑造了水泼梁山108位好汉,形形色色,有的武艺高强,有的身怀绝技,有的有特殊技能,还有一些虽然武艺不济,但也有一技之长。 武艺高强的比如,打虎英雄武松,倒拔垂扬柳的鲁制身,豹子头林冲,玉麒麟炉俊逸,身怀绝技的比如,入云龙宫孙盛,小李广花容,梅宇见张青,轰天雷铃阵阵,古上早时间,有一技之长的比如,神医安道全,兽医黄斧端,神算子蒋镜,汤龙会打铁,侯介是裁缝,曹正会杀猪,猪妇能酿酒,孟康会造船,萧让善书法, 金大监会雕刻,乐呵会唱曲,但除了这些人之外,还有一些武艺低威,还没有一技之长的草包,比如独火星孔亮,小折兰牧春,铁扇子宋青,火闪婆王顶六,金眼镖施恩,石将军石勇,这些草包能上梁山,各有各的关系,孔明和孔亮是宋江的徒弟,宋青,牧春依仗自己的大哥,施恩平介和武松的关系,王顶六帮助过张顺, 此次,唯有石将军石勇,在江湖上默默无名之辈,武艺低威,想要投奔梁山入伙,却没有门路,在水浒传原著中,石勇原本是北京大明府人,日常只靠放赌为生,一拳打死了在他赌管出老千的赌徒,逃亡江湖,逃到柴大官人庄子上住过几个月,多听的往来江湖上人说起宋江大明, 因此特去运城县投奔宋江,这个时候宋江已经因杀死颜婆西逃离了,只见到了铁扇子宋青,告知他宋江在白虎山孔太公庄上,石勇在宋江家中住了一夜,宋太公托石勇给宋江送谢,石勇欣然从命,第二天就出发去寻找宋江,心中琢磨要想办法抓住这难得的机会,抱上宋江这位江湖的大佬的大腿, 经过多方探厅,石勇终于确定宋江他们离开了青丰山,直奔水泊梁山而来,石勇在关道旁边的一个大酒店,站了一副大座头,相当于大桌子,专等宋江等人,宋江的外貌,早在柴进庄子上他就打听清楚了,特点十分明显,嘿,哎,胖,果不其然,等到正午的时候,一伙人进入了这家大酒店,石勇偷眼一看,果然发现一群簇拥着一个又黑又黑, 又矮又胖的中年男子进来,石勇心中一动,此人必定就是那江湖上大名鼎鼎的吉士与宋江,终于让我等到了,机不可失,石不再来,一定要把握住这次机会,宋江等人进殿后,发现只有三副大座头都被人占了,其中一副大座头只有一个汉子坐在那里,就吩咐九宝去和那汉子商量换个座位,九宝过来找石勇,商量换座位的事情,石勇假装大怒, 打叫道,也有个先来后道,什么官人的办当要换座头,老爷不换,九宝陪着小心,再次请求他换下座位,石勇建大家的注意力都被吸引过来了,于是开始了他的表演,就拍着桌子大喊道,你这鸟男女好不是人,欺负老爷独自一个,要换座头,便是赵官家,老爷也鸟不换,九宝道, 小人又不曾说什么,那汉喝道,量你这丝,该说什么,燕顺平时在清风山那是大寨主,横行惯了,一看去帮自己协调换座位的九宝,被那大汉如此欺负,再也忍耐不住,打喝道,勿那汉子,你也鸟强,不换便罢,没可得鸟下的,石勇,我自骂的,要你多管,老爷天下只让的两个人, 其余的都把来做脚底下的你,燕顺提起板凳,就要去撕打,宋江一听这话,觉得有些意思,就劝住了燕顺,然后问道,你天下只让得,那两个人,见宋江亲自问话,石勇知道关键时刻到了,假装没认出宋江,继续吹嘘道,我说与你,惊得你呆了,但这回没敢再自称老爷,宋江道,愿闻那两个好汉的大名,连皇帝都假装不放在眼里, 那肯定就是道上的人了,所以宋江直接问那两个好汉的大名,而不是那两位大人,先生,园外之类,石勇道,一个是苍州横海郡柴氏宗的子孙,换作小旋风柴晋柴大官人,柴晋福威济困,江湖上好汉犯事了都前往投奔,不知道庇护了多少好汉,江湖上好汉对柴晋都是认可和福气的,而且这也可以表现出他石勇是个知恩图报的人, 让宋江对他放心,毕竟石勇在柴晋庄园里面住了四个月,柴晋和宋江很熟悉,宋江也曾在柴晋的庄子上避难三个月,这样说也可以拉近和宋江的关系,降低宋江的警惕,宋江果然暗暗点了点头,然后继续问道那一个是谁,石勇这才把今天要说的最重要的一句话说出来, 这一个诱舍者,是运城县压寺山东及时语呼宝义送功名,宋江一听,心中无比受用,十分得意,还看了艳顺眼,心中窃喜,石勇继续吹捧,老爷指出了这两个,便是大宋皇帝也不怕的, 然后宋江开始盘问石勇的来历,石勇就老老实实的把自己的情况一一向宋江交代清楚,自己在柴晋庄子上住了四个月,去运城县投奔宋功名不遇,身上还带着宋江家的书写,这一下就让石勇获得了宋江的信任,宋江当即承认自己就是那宋江宋功名,石勇庄庄样子,向了一面宋江,然后立刻拜倒在地,天性使令小弟,得玉哥, 哥哥,争信错过,空去孔太公那里走一走,对宋江的称呼,也变成了哥哥,这算是把自己当成宋江的小弟了,最后,石勇一看,宋江他们应该是要去水泼梁山入伙,连忙厚着脸皮,求宋江提携,小人自离了柴大官人庄上,江湖上只闻得哥哥大名,逆才仗义,忌惑抚慰,如今哥哥既去那里入伙,是必携带,宋江当即就答应了, 介绍石勇认识了燕顺,并让燕顺等人带着石勇一起到梁山入伙,石勇武艺低威,也别无特长,就是一个草包,就靠着对宋江的一番吹捧,顺利到梁山入伙,后来,还被宋江安排了一个不错差事,在北山开了一家酒店,招待过往江湖好汉,打探消息,梁山大巨义的时候,坐次为第九十九位的丑星, 大名鼎鼎的顾大嫂夫妇,孙二娘夫妇,古尚早十千等人都排在他后面,梁山争方辣的时候,南国尚书王银纵马他翻了青眼湖里云,石勇急忙上前救援,被王银随便一枪就结果了性命, 在大名府这片繁华之地,石勇过着游手好闲的日子,他既没有一技之长,也不愿意正经做生意,整天靠着开设赌场骗骗小钱,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,像石勇这样的小混混比比皆是,他们游走在社会的边缘,既不被正经商骨接难,也不被市井百姓认可,石勇的赌场开在城南一条偏僻的巷子里,专门吸引那些想发横财的穷苦人, 他精通各种赌博手法,但从不亲自出手,而是雇佣几个机灵的伙计替他行骗,这样的日子看似逍遥, 石则危机四伏,直到那个夏日的下午,一名赌徒在他的赌场耍诈被当场抓获,那是个来自外地的商人, 疏红了眼不说,还想耍滑头,石勇本想给他个教训,让他长长记性,谁知这一拳用力过猛,直接要了对方的命, 这个意外不仅让石勇从一个市井小混混变成了亡命天涯的杀人犯, 更让他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了生命的脆弱和命运的无常, 事发后,他连夜收拾戏软,躲避官府追捕,在逃亡的路上, 他第一次认真思考起自己的人生,那些曾经觉得理所当然的欺诈和伤害, 此时都变成了是新的悔恨,逃亡途中,石勇辗转来到了江湖意识柴禁的庄园寻求庇护, 柴记以江湖意气闻名,收留过不少亡命之徒, 而庄园里的生活并非想象中那般安逸,在这里,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专长和价值, 有人精通武艺可以充当护院,有人擅长经商可以帮着打理生意, 甚至有人懂得医术可以照料伤病,唯独实用,除了赌博和哄骗, 什么都不会,他每天的工作就是打扫马厩,喂养牲口, 赶着最基础的粗活,四个月的时光,他尝尽了生活的艰辛, 也经历了人情的冷暖,庄园里的其他逃亡者都看不起他这个无能之辈, 就连吃饭都要独自一人,无人愿意与他同袭, 这段经历让他明白,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里,没有实力, 就只能永远活在他人的阴影下,某个深夜,他独自仰望星空, 思考着自己的未来,他意识到,要在这个世界立足, 光靠施舍和同情是不够的,必须找到属于自己的生存之道, 离开柴晋庄园后,石勇在江湖上漂泊了整整三年, 这三年对他来说既是煎熬,也是成长, 他走过大江南北,经历过无数次生死考验, 没有固定的收入来源,没有安身之所, 他不得不靠着在各个市集,庙会上耍些小把戏谋生, 这期间,他目睹了太多江湖浪子的悲惨结局, 有的死在官府的追捕下,有的葬身江湖帮派的争斗中, 更多的是在穷困潦倒中, 郁月儿中,每每看到这些,他都会后背发凉, 渐渐的,他开始观察那些成功在江湖上立足的人物, 发现他们要么有过人的本领,要么有强大的靠山, 对于自己这样的无能之辈来说, 找一个强大的靠山,无疑是最现实的选择, 经过深思熟虑,他把目光投向了江湖上赫赫有名的吉时与宋江, 宋江不仅江湖地位显赫, 更重要的是以仗义书才著称, 最适合作为投靠的对象, 在打听到宋江的行踪后, 石勇开始了他的精心布局, 他选择在一家位于要道的酒馆里设服, 这家酒馆是宋江必经之路上唯一的歇脚处, 他提前一天就到达, 观察了酒馆的布局和客人的来往规律, 等到宋江一行人到来时, 他表现出一副蛮横无礼的样子, 霸占了酒馆最好的位置, 这看似鲁莽的行为, 实则是他深思熟虑的结果, 当被其他人质问天下让谁的时候, 他立即抓住机会, 巧妙地提到了宋江和柴进的名字, 这不仅表明他认识柴进, 更暗示他了解江湖规矩, 这一招恰到好处的奉承, 不仅化解了眼前的危机, 还让宋江对他产生了兴趣, 在随后的攀谈中, 他又适时表露出对宋江为人的仰慕之情, 这种恰到好处的奉承, 让宋江十分受勇, 实勇的机智和察言观色的本领, 在这一刻展现的淋漓尽致, 他成功地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个, 虽然没有大本事, 但懂规矩, 实时悟的人物形象, 在梁山落脚后, 实勇很快就找到了适合自己的位置, 他深知自己武艺不惊, 所以从不参与打打杀杀的事情, 相反, 他凭借着在江湖上积累的人情事故, 开始经营起一间酒店, 这间酒店不仅成为了梁山好汉们, 饮酒作乐的场所, 更重要的是, 成为了收集情报的重要据点, 实勇善于察言观色的本领, 在这里得到了充分发挥, 他能从过往客人的闲聊中, 捕捉到有价值的信息, 及时向上级报告, 渐渐的, 他在梁山上站稳了脚跟, 甚至在牌位上超过了一些有真本事的好汉, 这看似不合情理的安排, 实际上反映了一个深刻的道理, 在一个复杂的组织中, 回来是, 懂分寸的人往往比单纯有本事的人更受重用, 实勇的成功, 正是这个真理最好的名正, 他不仅找到了安身立命之所, 更重要的是, 找到了适合自己的生存之道, 实勇的成功上位, 与其说是一个草包的幸运, 不如说是一个普通人在乱世中求生的智慧, 他没有惊人的武艺, 也没有特殊的本领, 但他懂得审时度势, 善于把握机会,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, 在人生的道路上, 除了实力, 情商和人情事故, 有时候同样重要, 实勇用自己的方式, 在梁山这个小江湖里, 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, 而我们随аств后,